周三凌晨 一辆载有约30名乘客的灰狗巴士 在伊利诺州Madison县70号洲际公路向西行驶期间 撞上了停在休息站出口的三辆拖车 造成3人死亡 14人受伤 伊利诺州警局表示 巴士上有3人死亡 并有4人伤势严重 被直升机送往医院 还有10人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三辆拖车则没有人员伤亡 据视频显示 巴士右侧被掀开 车顶塌陷 灰狗巴士公司随后发表声明表示 该公司正在与当局密切合作 同时已经派了一辆救援巴士 到事发地点接送其他乘客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将派出一个小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以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